刊登了应征打字员的职缺 结果呢 号称两周最多可以赚5万 竟然是一场骗局 只有台中一名男子 他在网络上求职 对方要求他必须要把账户给带到来应征 竟然呢 被囚禁在台北的旅馆 被逼交要交出存责 还有提管卡 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这名台中的男子就被随意丢包 警方攻坚之后将嫌犯给带到 现在越来越多人 会骑电动滑板车 当作是短程的代步工具 但是呢 台北市就一名男子 跟朋友彻夜喝酒狂欢之后 清晨才骑着电动车回家 刚好被巡逻的远警逮个正着 一开始他还说只喝了两杯啤酒 结果酒测值高达0.68 他才承认自己还了威士忌等等的烈酒 可别以为骑这个电动滑步车 不用负这个酒驾的责任 这类的慢车 还是会开罚1200到2400的罚缓 继续来关心疫情 目前国内的疫情持续处于高原期 中南部的疫情也正在升温 传出屏东呢 有一名八岁的男童发烧 跑了三家的医院都是被拒收 这是否就代表中南部的医疗量能的警讯呢 新冠医院副院长洪子仁认为 需要留意南部 专责病房的数量 必要时必须要启动 南病北宋 而台大工卫教授陈秀希也提出了中南部疫情要观察的三大指标 另外呢为了让孩童能够尽速的获得完整的保护力 有医师就建议5到11岁的儿童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呢 应该从目前的12周缩短到4周 来看有民众确诊之后 病情恶化都来不及跟亲人告别 就突然离世 这是一名40多岁的确诊男子 一开始出现症状 还不愿就医 在妈妈半强迫之下才接受治疗 母子俩更为此大吵了一架 但儿子才住进了家户病房 短短三天就病逝 来不及留下任何一句遗言 也没能和妈妈和好 让老母亲相当的悲痛 胸腔科医师苏一峰也呼吁中央 不要急着火化遗体 让家属可以和死者好好的道别 来看最新的气象资讯 来看这几天廉价 各位观众应该有感受到 整个台湾是红通通的 真的是热爆了 最高温可以来到36度 不过还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必须要严防中南部午后有大雷雨 来看详细的这几天 会怎么样的天际变化 首先来看到这个周六还有周日 高温可以上看到35度 而且最高温有可能会来到36度 这个中南部因为受到 这个西南风水气的影响 有可能水气旺盛 午后要盛防大雷雨 再来看到下周一 这个天气转变得很快 滋流风接近 全台是会感受还是蛮闷热的 但是这个降雨还是会再度增加 到了下周二到下周六 真的是雨炸全台 第三波的梅雨暴到 北部高温会慢慢的下降 天气会感受稍微有点湿冷 而这时候这雨淡就会狂炸六天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外出还是要攜带雨具 而另外来看 这个宜兰东山的三起美镜 今年重新举办第三届的热气球加年华 让民众可以搭着热气球 在空中360度俯瞰造型小鹿般比的稻田 而首日登场五点开卖 短短半个小时 120张的票就全数完售 有的民众清晨三点半就来排队抢票 还有人准时到场却买不到票 只能在底下拍拍美景过过干瘾 而除了今天和明天两天 下个周末也还有机会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到宜兰来走走 再来看高雄爱河的龙舟赛 今天第二天的赛事 竞技龙舟赛登场 竞技龙舟一船有12个人 不夺标以时间来分胜负 而所有的选手除了要减负 打满三剂疫苗的证明 现场也要先快筛 而参赛的选手表示 为了不被染疫 这段时间都相当的小心 不去人多的地方 用餐也都外带 就怕如果确诊了 就不能够下场比赛 那先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应该有很多民众都感觉到 现在有很多物价都上涨了 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资料显示 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到了2.48% 连续两个月冲破了2%的警戒线 涨幅更是创下了2013年3月以来 8月最高 民众真的感觉有很明显 不过还是有很佛心的店家 他是不愿上涨的 像是这个彰化的这一家店 真的是相当的佛心 菜单超过30个品种 30个种类的美食 每一样都不超过40元 甚至随便点了6样餐点 也只要75元 让民众大喊 真的是太便宜 太佛心了 看到这个彰化的业者 真的是相当的佛心 很吸引人 不过再带大家来看 这个台南也有业者 推出了霸气海鲜锅烧面 它的碗就跟脸盆一样大 上头摆满了这种虾 海鲜 红蟹 鲍鱼 等多达数十种的料 一上桌就有客人 忍不住挖的一身 也有业者推出了海鲜面线 这个碗上面是挂满了 天使红虾 蓝钻虾 和两只龙虾 真的是相当的吸引人 而高雄像是这种 澎湃的这个海鲜粥呢 上头则是铺满了红蟹 马来西亚白虾和鲍鱼 让客人看了直说 真的是好浮夸 同样是美食 那你来看美国料理节目 厨神当道 一炮而红的台义美籍 亚洲厨神Jason Wong 近期返台主持料理节目 在新节目当中 他挖掘台湾的道地美食 同时鼓励外国人 尝试台湾的料理 来看高雄一名39岁的无姓男子 酒驾遇上了警方蓝茶 当场说他肚子痛 要上厕所 企图要躲避酒侧 但人就是躲不了 得知自己酒侧值超标之后 他又打电话请妈妈来解围 但是妈妈赶来 却没有帮忙说情 而是直接呼他巴掌 辱骂儿子 吕劝不听又酒驾 还垂胸顿足的说 不会再原谅 男子的妈妈情绪激动 现场的两名远警只能不断的安抚 来看苗栗台三线三万路段 有一位17岁的徐姓少年 无照骑车上路 还骗狗蓝独轮骑车 被民众用行车记录器拍下po网 执行网路巡逻的远景发现 调阅路口的监视器 找到了这名徐姓少年和家长 道案说明 并且开出了无照驾驶 危险驾驶和机车所有人 提供驾驶人危险驾车三张法单 再来看花莲 疑似出现了窃盗惯犯 正是在4月有民众画下的示意图 标出了小偷的外形穿着 提醒民众要注意自身安全 而在6月1号又一间理法厅被偷 老板经过朋友的提醒 调出了监视器 比对后发现疑似就是同一个人犯案 而在4号也有民宅遭窃 从画面上看起来 也是穿着连帽外套的男子 在外头翻箱倒柜 不过目前还没有确认这三前案件 是不是同一名嫌犯 警方正在全力的追起 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林燕如 新闻首先带你来看 高雄有一名39岁的无姓男子 酒驾遇上了警方拦检 当场说他肚子痛要上厕所 要躲避酒厕 但是人就躲不了 得知自己酒厕值超标之后 他又打电话请妈妈来解围 但是当妈妈赶来 却没有帮忙说情 而是直接呼他巴掌 怒骂儿子屡劝不听又酒驾 还垂胸顿足地说 不会再原谅 男子的妈妈情绪激动 现场的两名园警 只能不断地安抚 持续带你来关心疫情 现在这个疫情是蔓延到了中南部 有很多民众质疑 医疗的酿能 现在是不是相当的吃紧呢 主要就是发生在屏东 有一名八岁的男童 他因为发烧 却遭到三家的医院来拒收 另外还有在嘉义县 有一名妇人他发烧意识不新 同样也是遭到医院来收治 而这个医师就说了 这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或许还有更多的民众 有相当一样的情况 也留意南部的专则病房的病房数 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已经不够了 最主要的是 如果不够的情况下 必要时必须要启动南病北宋 而目前到底情况如何 这个专家也说了 现在全国的确诊率 是达到了9.28% 可能要突破了10% 不过还是建议两周后 或许可以讨论来降级 究竟能不能降级呢 各位专家也是相当的严密在做讨论 另外其中一位专家医师 他也说了提出了三大的观察指标 这个陈秀希就提出了 中南部的民众 要注意他们快筛使用的情况 到底现在是够还是不够 另外还要特别观察 这个儿童以及长者的感染人数的变化 现在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 长期来看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另外呢 以及这个医院呢 看诊给药的速度如何 因为这会影响到这个确诊人数 以及死亡的人数 而到底呢 这个医疗的量能 是不是吃紧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来看随着疫情的高峰 逐渐是往中南部来移动 总统蔡英文在端午廉假的第二天 特地前往中部 视察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防疫作为 不仅和医护人员视讯连线 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说目前儿童疫苗充足 感谢家长配合政府带着孩子们来施打 也说目前已经加开了122张的儿童专折加护病床 未来呢 儿童专折加护病床 也会陆续增加到750床 而陪同出席的卫护部长陈时中则是表示 边境的管制松绑目前都还在研议当中 再来看前副总统吕秀莲在台中市举办新女性50周年特展 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前交通部长林嘉隆都受邀出席 而外界关注的是民进党要推派谁出来选台北市长呢 目前还没有眉目 倒是林嘉隆积极争取 吕秀莲则是向卫护部长陈时中喊话 要他不要一心二用 要选就早点讲 最好明天就宣布 总统多关注